记者张金雅台中报道,台中市南温区丰乐公园水池出现有氧化问题并发出恶臭。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决定展开大规模清淤工程,预计5月初先清洗地下水井,后续再研漆设置节流沟等整体改善工程,成为继台中公园日月湖后,台中市第二座清淤整治的公园。 建设局表示,民众陆续向市府反映风乐公园水池水池不佳,原因包括风乐公园从1994年完工以来,水池已24年未检修,另外,民众喂食水池内鱼类乌龟及家禽动物,造成饲料、面包蟹和湖中生物粪便加速有氧化并产生异味。 为改善风乐公园水池水池,建设局将访下台中公园日月湖进行大规模清淤工程, 3月底已邀请办理台中公园日月湖清淤工程的凿井厂商,前往现场了解地下水井相关设备及出水口运作状况, 发现地下水井有碎泥土预计,延续第一阶段先袭净,确认水池整体状况后再进行后续工程, 并将延续仿日月湖清淤工程设置节流沟,让水池清澈。 建设局长黄玉林表示,为避免咒语将水岸两侧污水及土壤冲刷入池内, 需规划环湖节流沟,以改善有氧化问题,预计5月初封乐公园先办理地下水井吸井工作, 优先处理地下水井废土预计问题,并保养沉水马达, 使地下水井恢复正常出水量,等水井清洗完毕后,预计8月初试作节流沟。 此外,建设局也将请封乐公园注点保存人员, 加强劝导民众护卫石池中动物,避免水池恶化, 共同维护公园环境清洁及水池景观。